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2017年10月号 各位漫迷早晨 今天当然要和大家说说 昨晚我们主场对水晶公的措施 昨晚大巴也说了一点 很早就开了帖 因为为什么呢 突然看到《太阳报》报导 就说劳卡古可能受伤 今天出不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伤兵困扰 已经开始来了 如果劳卡古受伤 也是一大问题 立即开帖和大家讨论 其实太阳报报导 就是一个叫 Rob Dawson的记者 他应该是ESPN的记者 他在Twitter帳户 就说 劳卡古可能有个头部受伤 要今天再查查才能不能够 所以 大家都 起码大巴有点害怕 始终 雙兵对于 现在英超的增标形势 是很重要的 因为曼城那边有双了 我们有双了 幸好原来就 没事 劳卡古精神爽 Eric说他真的鞭持有双 所以 幸好没事 亦都 中场开了Live 很开心 有二十多万 一起聊 说真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玩 因为中场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很多 想说 在Live那边大家一起聊 亦都看下半场的时候 又有趣了 因为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所以我想 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之下 大巴都会在 有曼联比赛的时候 上半场就出帖 中场做过Live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太晚 大家都明白 大巴就 被捱到这么晚 好了 战果四比零 看这个战果下去 好像很定 亦都有很多万米 其实之前已经是 觉得这场波 都没什么大问题 大巴就 下跌了几个点 想想和大家聊 其实昨天 半场Live 我们也有说过 第一件事 我想说一下 进攻 进攻就真的 开始见到 我们的合作性 在这里 虽然 要求很高的万米 但是Daniel 就说我们的板斧 昨天的板斧真的少 相对来说 为什么呢 昨天就不知道 是摩佬的指示 还是怎样 大家都要側重 在中间那里去球 但相对来说 我就见到 昨天我们前面那几位 包括福仔 马达 MK 劳卡古 加上马迪 他们的走位 我觉得是开始成熟了 大家都开始知道 如果MK 拿着球 应该去哪里 或者转转 就算了 福仔就知道 什么时候要回中间 马达 什么时候知道 要中间 而劳卡古 什么时候知道 要去哪里 或者甚至乎回来 三杂线拿球 我见到大家的走位 是很成熟的 但是 昨天的传送 又差了一点 尤其是 在MK方面 有些万米都提到 他昨天 状态一样 传送有问题 但我发觉 后来 这场是一场雨战 我见到 摩尼奥 那时 雨打到他那件 jacket 那里 那件衣服 都挺大的 见到那些雨 所以我相信 这个也影响到 我们的传送 可能有些少问题 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 下雨 始终是一场雨战 都打了几场雨战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总括来说 表现是OK的 这个是很开心 看到的 我们的前场有默契 所以这个是好事 这个机会 赞一赞路加股 他真的愈来愈成熟 虽然他很后期 差不多 埋齋波才入到第四球 但是我想 有些抗海波的球迷 或者慢迷 都会见到 他在没有波时候的走动 或者没有波时候的走位 的而且是进步了很多 你看到 好像我经常说 他很多时候 翻了自己三杂线 他不是无厉害 偷懒自己三杂线 而是 劳卡古翻了三杂线的时候 MK 或者马达 或者福仔 就会其中有一个 甚至乎两个 就站在他前面 那你想想 你作为一个 防守球员 很多时候 你的重点 就会防守劳卡古 尤其是中坚 但是你发觉 劳卡古走到中间 走到三杂线 而是站在你前面 可能是MK 可能是 Rashford 福仔 那你怎么防呢 是吧 因为劳卡古不是真的站在那里 一去波的时候 他就中进去 甚至乎 有些我见到 有些马迪的直线 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比较进去 即是有两个 我觉得是有少认识的 即是骗着你 接着劳卡古才是真的 有中 比较后的位置 冲进去 这些是比较上 中后场 已经开始做到一些直线 我觉得是 之前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特别留意 但今场波 我特别留意到 但是 猜不到 入球也是靠两边 因为一开球 阵容看到的时候 已经是左洋有华 大家觉得 都是 我自己觉得有少认识的感觉 都是去两边帮我 结果 真的 所以 完全没有反省 我就不同意 而且 对方很明显地打密集 我们也是破到密集 所以 我觉得这些挺正面的东西 当然 老实说 对手的防守 他全都放在后面 但是 他防守一点都不严密 我相信 这也是由 开车输到现在的原因 基本上 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 站在那里 但是 其实他们不是不逼的 他们也有犯规 有去做逼抢 但是整阵球 就真的不是一阵球 所以结果就是这样 也因为这样 在前场方面 大拔很少做这个投诉 但是这场球 我真的要投诉一下 入四球 真的少 其实 这场球 如果我们把握能力 因为我常常担心 是我们制造 不停制造的机会是好的 但是始终把握能力方面 我希望再可以进一步 这场球 我觉得 如果大拔很少的要求 但是这场球 大拔觉得 入半打就为之修复 入四球 都是略少了 说真的 因为 真的还有很多球 大家都记得 我都不再说了 这场球的机会 实在非常多 说一下 先说出去人容 多谢BBC 和MUFC GIF 迪基亚隆门 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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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迪吉亞也做了一兩個有需要做的撲救的 講真 但整體來說 長球是輕鬆的 我想提到一件事 我昨天在半場也有說 挺有趣的現象 我們其實就是打中斯和史摩寧是中堅 OK的 他們兩個沒有傷沒有病 其實都打得很好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看到馬迪是很後退 馬迪是很後退 就好像打一個很邪三中堅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這個陣式 或者這個配搭是不錯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不喜歡打三中堅 但如果我們打對強隊的時候 突然間需要三中堅 馬迪打後一點 退回去做中堅裏面 第一點 其實 嚴格來說 他做防中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他們的配合 或者他們好像變形金剛突然變一變的時候 打得好 因為馬迪和兩個中堅中間的位置 是要看斜線的 我想 我不是太懂的 不過我的理解就是 很多時候如果只是站在中堅前面的話 一些斜線的球 他們就不能防守 但這場球看見馬迪就站在他們的中間 變成是看斜線的球 我覺得 如果我們 我覺得這個可能 也是馬迪圖 有一點點練習對強隊的陣式 就是說我們打兩個中堅 馬迪就在兩個中堅前面 而他之前呢 再有兩個防中 例如是 哈里拉 或者是 費蘭尼 或者是普巴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打法 我覺得我們的 防守的深度 又多了一重 保障了 通常我們拍大巴 就是兩重人 一重就是後防 一重就是中場 但如果我們馬迪 做到後防中間的一個 聯繫人 或者防守的 中間點 變成我們那個 層次或者立體感 防守的立體感 就重了 那對方 打直線 或者打斜線 的機會 就小了 所以這一點 我昨天覺得 都挺有趣的 我看到 雖然後防就沒什麼壓力了 但是呢 這一點 我不肯定 但不知道是否 魔佬開始 真的 算這個 俄羅斯那場 打練習三東堅 這一場 去練一個這樣的陣式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這樣 不過呢 如果是的話呢 我都覺得 真的有些了道的 魔佬打防守 好了 那就是講一下長球 那我不會講太多了 因為長球呢 其實大家我也肯定有看 不過呢 有些重點就講一下 第一球 很快 馬達就來了 一開始就沒拿 大巴都還沒設定好些東西 就已經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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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MUFCGIF 這位網友 那 好了 好 這個是入球 很明顯 就是 左路 哇福仔 真是好 彈隊 打到中間 前面兩個虛染 前面你見到兩個 劉加古 還有這個 MK 就是 廢蘭尼虛染 然後後上的馬達射 這個 我覺得很多人 始終都對 廢蘭尼 還有一點意見 這球 看到廢蘭尼的重要性 因為他跟路加古 他突然中前 跟路加古 一起兩個大隻佬 中前 完全人開手 你看 你看水晶宮的手位 全部都在這裡 變成 後面 馬達就很輕鬆 都不輕鬆 簡單地進入了 你看 因為他們兩個大隻佬 加路加古 加這個廢蘭尼 這些無球走動 是很重要 所以我真的 其實 廢蘭尼這個球員 真是今年 不可能不喜歡他 這球真的要看一看 無名的英雄 廢蘭尼不是突然衝上去嗎 引了多少 加上路加古 他引了所有後衛在前面 結果馬達 就比較容易地射入了 所以很快就打開了入球 我就覺得 都鬆了一口氣了 這場球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然後一路下去 其實 都是 我們都是 猜猜猜 上次用短傳的收入 但是 有些失敗球 我相信 有些萬迷也說過 但是我覺得 也算是 表現是 OK的 這裡說 水晶公只有25% 打到15分鐘 25%的控球率 那 薩高也算是很努力的 說真的 他們的單戰鬥 就很努力 其實也會搞到 有一點威脅 這裡也提到 有些失敗球 就是那個 搞坡那裡 那先看看 去到32分鐘 幾天都要做出一個破狗 看看有沒有這件事 應該沒有說 對了 這裡 去到32分鐘 敵方 就是薩高 在左手邊射了一個發球 那幾天都要做出一個破狗 然後福仔 也挺輕鬆的 這裡也有提到 三十幾分鐘 福仔有一球 就直接用肩膀 這裡也有提到 用肩膀交球給阿MK 就是中場來的 說真的 我還沒看魔佬的賽後記者 不知道他有沒有說 PlayStation Football 這些就是PlayStation Football 阿福仔 很輕鬆的 這個也是因為 我剛才說 水中的守衛 真是一般 有壓迫的 但不是一個球隊 不是一隊 第二球 我們看看 MUFC 的Geef 多謝你了 第二球 嘩 這球真是很古老 楊格 在左邊 在左邊 沒有兩武 然後用右腳 你知道他右腳 出了一個 錯位出球 然後 費蘭尼 伏兵在後處 這些以前 迫銜在右手邊 經常斬這些球 而傑斯在左邊 過了遠處 後處射入 這個費蘭尼 就能做到這件事 真是說真的 剛才第一球 我和大家說 沒有球走動 幫助到第一球 第二球 我自己來了 都非常靚 說真的 那半場 已經領先到 2比0 40分鐘 還有一個攻勢 就是一個角球斬出來 那就是 史摩寧 在遠處 頂了一點點 出界 如果是比較好 有後運一點 史摩寧 就已經入到3比0 這個在上半場 完場之前 結果 完了半場 所以我都看到 這球 連死球也有 有威脅的攻勢 所以攻勢來說 是挺好的 當然 突然 怎麼說 進得少 我始終覺得 我也覺得進得少 這個BBC的記者說 有趣的事情 我想第一提 就是 這場球的正選球員 是有五個 是輝瑞時代 雲高爾時代 馬十三個球員 這場球 根據他的說法 是一個都沒有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魔佬和雲高爾的理念 就真是 鋒謀不相及 好 再說到下半場 下半場 你看 咦 為何輕了 對了 這裡 是廢難 你看 FILLEM LEVEL造兔 真的隔開人造兔 搞笑 好 今次下半場 基本上 不是太多特別的事情要提 不過真的有很多很多機會 去到第三球 很快 FILLEM LEVEL又來了 Double 這就是一個佛球 一閘下去 福仔的佛球 所以福仔真的挺全面的 這個轉攻球員 你看 Eric當時也說 好像以為是直入 原來不是 FILLEM LEVEL在中間 說真的 這球球真的很有趣 我一直看 我跟Eric想法一樣 我以為 很厲害的福仔 這樣也會直接射入 這麼窄角度 原來不是 你看 費蘭尼身邊 有四個守衛 費蘭尼身邊 有四個守衛 都可以給費蘭尼 不可以叫他輕鬆 但是 這麼鬆容 去頂入 你就可以看到水尊弓 後方的確實是很嚴重的問題 眼神防守 其中一個可以用來形容 接下來 他們不是沒有攻勢 50分鐘 史摩玲 就推倒了薩高 其實這個五波 如果球球給十二碼 我就覺得 我沒有影片看 不是 沒有GIF看 沒有GIF看 我手上沒有GIF看 所以說不到給大家聽 但我覺得 是五波 如果判的話 就是嚴重了 但不要忘記 今場球證是麥瘋 他真的有機會判 幸好我們走了 左武士 這也不是很嚴重的犯愣 所以沒有十二碼 我覺得也是OK的 這場球已經搶了鏡子 說真的 看完第四個入球 不是 看四個球之前 也要看一看 六十幾分鐘 男人最痛 我們即場也有說 其實是說真的 沒有心 對方的球員 在轉身的時候 一手拼下 他的重要部位 所以 複製真的很痛 這一點要罵一罵 水晶宮 他們沒有把球踢出界 雖然 他們也知道 不是很嚴重的犯規 甚至乎不是很嚴重的受傷 但是 複製很久了 說真的 真的很痛 他們還繼續進攻 後來沒有踢過球出界 是我們防守 他們角球 好像是我們防守 球出界 說真的 有時的事情 輸球沒有輸品 結果沒有什麼 初兩下 應該就沒事了 我說的 初兩下 因為沒有拍到的 哈哈 沒有什麼的 說真的 小問題 好了 接著 換人 後來也換回 哈里拉 列吉特 馬斯亞 都沒什麼值得提 說真的 說完最後的入球 最後的入球 就是 去到 時間 很後的 盧卡古 中歸入球 又是兩邊出球 又是 不過這個就在中間 馬斯亞 都不是兩邊 這個就是直線 我說錯了 修正 是一個直線 一個漂亮的直線 然後出來 盧卡古無人看管之下 終於入到第四球 說真的 這球第四球 始終是預早會出來的 所以 這場球 我真的說真的 長球就OK 正常發揮 我覺得略嫌 是可以入球 入多一點 半打就為之 合理 我覺得 說回報料 Kinn說 一陣子出球 很厲害 大巴克 楊格 出球真的有一手 他根本 以前初初 在維拉 或初初 來到馬亂 真的很厲害 Jason 很留意到 所有的入球 基本上都是在左邊 對 真的在左邊 菲蘭尼入兩球 那 Dep弄了一段 魔佬的最後技招 給我看 我看了少許 我沒有看正式的 PASS CONFERENCE 這個就看了少許 但沒有留意他講什麼 老實說 不過 留意到他的臉口 這裏我不能播出 這條真是片 大家自己有興趣 去看完 萬元官網 你看看 雖然贏球 他會懷疑自己很開心 但那些臉口很黑 仍然很黑 所以我懷疑一些 傷病的問題 都會令到他 即是我相信Eric 這次應該有些傷病的問題 令到他 有些不開心 Hero就補了兩單條 就是講一些紀錄的資料 第一單條 就是追平了二十年前的紀錄 真浪足球的報道 就是說 迪基亞 不是迪基亞 我們的後房 追平了紀錄的 第一個紀錄就是 七場 開季七場裏面 有六場 的Kensheet 即是凌風對手 那就是 對了 也都呢 第幾天呢 不是喔 這個 那另外呢 Hero也補了 另一單條 就是說 我們的香港官方球迷會 就說 七場 入了七球 追平了 N.D.Cole的紀錄 N.D.Cole 大哥 當然是為我們帶來 一些年紀大的球迷 帶來很多 美好的回憶 那 努卡古已經追平了 七場是七球的紀錄 那 講到Daniel這件事之前 還有大包都找到兩個紀錄 第一 馬斯亞 今場是第一百場 代表 曼聯 上陣 第二 福仔也是一個紀錄 拿出來給大家看 先 福仔 也做了一個紀錄 就是說 在今場 不是 今場 在今界裡面 有十個比賽 九球入球 福仔 一是做助攻 一是做射入球 即是說 正式比賽的十球入球裡面 有九球 福仔 也有份 入球 或者助攻 五球是入球 四球是助攻 所以福仔 的確 在今界的表現是不差 好了 最後一件事 就是Daniel的報料 不關亂事 他說 車仔主場都被曼城 按住來踢 證明今年 曼城有多厲害 那大包就回答他 我都肯定他是厲害 但是我經常說 他有個自爆 看看他今年會不會自爆 第二件事 我們來說 我們做好自己 不要管他們 我們做好自己 下一場 過了國際賽日之後 就是雙鴻匯 那我就覺得 我們要看看 我們能不能夠技術性 擊倒禮物浦 如果做到的話 我們就憑著氣勢 和團結 去跟他一拼 即是我覺得有力一拼 不是在贏 也不是在輸 但是有力一拼 這個就是他大包的感覺 為何會說這件事 就是想和大家看看 星期一的現場版 我們會繼續說一下這場 說一下大家 魔鬼說什麼 或者其他萬迷說什麼 說多一點 第二就是會說一下 是時候評論一下 我們的競爭對手 所以星期一的現場版 有兩個項目 第一就是說這場 繼續說 第二就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好 如果大家看來這裏 很希望 很希望 可以給萬迷早晨 因為我們的觀看數 開始上升了 很開心 希望各位有看開的萬迷 可以多點讚 無論是在萬迷 Facebook page 或者 如果可以的話 在Youtube也多點讚 因為我知道 Youtube如果多點讚 是會傳給更多人的 還有 真的希望 多謝 再次多謝各位的支持 因為我們多看的人 又多了 第二 希望你們開始有 介紹給一些萬迷朋友 尤其是一些新看的 新來到萬迷早晨的萬迷 如果你們有些朋友 你覺得這個也適合他看 那就介紹給他們看 如果你們看到這裏 一定是萬迷早晨的忠實粉絲 多謝你們的收聽 收看 希望我們跟萬迷早晨的萬元一樣 今年更上一層樓 OK 明天見 明天的現場晚見 香港時間 晚上十點 拜拜